好,剛才我們已經從 這裡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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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走到這邊去 這邊走一圈 那這裡呢其實以前是那個 養蝦場來的 後來呢這個養蝦場呢就 就關掉了 就變成現在這個 雙溪部落的 實地保護區 所以你看這些這些這些 其實以前就是一個一個的水塘 用於人工養蝦用的 那這外面呢 看一下就是 柔佛海峽了 對面就是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現在就 進去吧 那現在我們就來到了 另外一邊 這個就是那個 另外一個訪客中心 就叫做實地中心 那這就是那個 實地中心 大家看到 那個牌子沒有 實地中心 然後 急切往前走 這裡其實就是原來 雙溪部落 呃 最早的那個 那個 訪客中心 然後另外一個訪客中心 我們之前看到的 是 興建的 就是這幾年才開的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喔 這個就是 原來的 有個祠堂 那大家走進來的時候 喔 這邊在裝修喔 大家進來的時候 不但要看路 也要看一下上面 大家要小心注意喔 然後進來之後 大家要注意看屋頂 大家看到沒有 大家看到沒有 這裡 全部都是掛著蝙蝠 這邊是 啊 果服 他們是 以食用水果 為主持的 蝙蝠 然後現在 他們很喜歡 待在這裡 不知道為什麼 好 好 現在我們要 真的進入這個 雙溪部落的 私地 中心的 舊的這個 骨盆牢 然後我們現在 往裡面走 來來 來來 蛤 回來啦 那來到這裡呢 大家看 我是將我的太陽眼睛拿在手上了 因為這裡呢 就是有一群猴子喔 有一家猴子家族 在這裡 所以 有的時候也是很頑皮的 牠就會跑在這個欄杆上 我們現在看喔 今天 現在來的時候是 退潮 然後今天看我們 能不能夠看到那個鱷魚 因為通常的話 那個鱷魚嘛 就是會在這一片 這一片泥地上 曬太陽 今天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出來喔 所以我們過去看一下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的確呢 是就是 可以看到鱷魚先生喔 他就大概在這裡 在這裡 他在那個水裡面 然後他將他的鼻子呢 就生出了水面 呼吸 然後呢 現在 我們今天只看到一隻鱷魚喔 其實其他 平時的話 大概有兩三隻的樣子這樣子 然後 前幾個月 我來的時候 還有一隻小的 鱷魚 你看 你看看看 牠凍了 然後跑掉了 害羞可能 好 我們現在繼續走 那這一部分呢 跟剛才那部分不同呢 這邊的鳥類比較多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的 觀鳥台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吧 那這裡呢 就是有 放的一些 裡面 在這裡可以看到鳥的圖片 那這裡其實最常見的呢 其實是這些啦 呃 昌鹿 白鹿 這些呢 也也會看到 但是 我看到的比較少 然後另外這一種 這一種呢 就也是非常 常見的 然後這裡有解釋是說 要看牠的那個會 鳥的會 長短就知道牠大概的生活習性 吃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一邊 那今天 退潮喔 現在 就是其實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那 那平時我們是還會看到 這邊大概有十隻那種 歡 長期居住在這裡 但是 今天好像 沒有看到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先走走 等一下看 那 是否有那個 紀元 能不能夠 紀元巧合 看到牠們 那我們看到 這裡是有很多 鳥類攝影愛好者的天堂 長槍 只有長槍啦 這裡沒有短炮啦 在這裡 我這裡看的不是說特別清楚齁 但是大概在這個地方吧 這個地方吧 我們可以看到一隻歡 還有一隻白鹿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那 歡跟白鹿齁 是 這個 私地保護區的 常駐 客人 他們幾乎每一次來都可以看到他們的 那 大家看齁 這兩邊 都是有這種 木的護欄齁 為什麼要裝這個木的護欄呢 原因很簡單啊 就是因為這附近 這鱷魚經常出沒的地方啊 那曾經有人還看過鱷魚在這裡 過馬路喔 所以大家在這裡走的是 還是小心一點 但是99.99%的機會 你是不會碰上鱷魚的 牠也不會來打擾你的 那 那我們走到來這裡 我們看到這裡 地上有很多 落葉 那這種 落葉你看 大家看 我給大家近一點 近一點來看 很大片喔 你看 比我的腳很大齁 這種 葉子 是在這棵樹上落下來的 這棵樹 我退後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是這一棵 這一棵樹上落下來的 那這棵樹叫什麼呢 這棵樹從英文 直接翻過來的話 就叫做海杏仁喔 它也好像 那你知道新加坡是沒有四季的 但是它 這棵樹其實好像還是有啊 在每年一定的時間 它就會 它的樹葉就會變黃 變紅 然後就會落下來 所以有一些葉子是 你看 這一片 就有點類似這樣子 變紅 或者類似 這一片這樣子 變黃 這樣子它就落下來喔 這是 東南亞特有的一個樹種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這個撩彎台這裡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撩彎台是蠻高的 可以很好的俯瞰 這整個 雙溪部落 私地保護區 那 現在我們就上去 發 現在我們上到來 大方台的頂部了啊 所以現在讓大家眺望一下 那 這裡呢 綠色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 上西部落私地保護區 然後你看到這些 城市的這些部分呢 那些已經是馬來西亞了喔 另外一個國家 那 我現在再給大家看看齁 那 對面這個小屋子呢 就是剛才我們去看到那個主 主要的觀鳥台 然後這裡呢 其實就是一片沼澤地 那 平常的話呢 就是 有很多鳥類啊 就很喜歡在這一片 沼澤地上休息 尋找食物 那 通常嘛 就是早上 十點 十一點左右呢 那些歡呢 就會一排的 跑出來 在這邊 但是今天好像是沒有看到 可能 可能是因為 那個潮溪不大對 可能 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偶爾的話 其實還是 可以看到一兩隻 那個白鹿 或者倉鹿在這裡的 那我現在就讓 大家 讓 在這個聊完潭上面 讓一周 看一下 好 那 其實在 這個地方吧 這個地方其實 有兩隻 鳥在那裡 那 平時這裡 中間這個 這個小島上嘛 其實那個 歡很喜歡在 那個樹上 停留 休息 但是今天也是沒有 一會兒 一會兒 再次 拍一次 一會兒 來 拍照 一會兒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堆 這一堆屋子齁 就是馬來西亞的比桂園金沙灣 那在這裡可以讓大家進去看一下 這堆紅薯林的氣根齁 非常非常 半生的一個系統 然後可以進去看一下他們的葉子 其實這種葉子也是比較細長的葉子 所以其實紅薯林裡面的紅薯 應該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所以現在是 然後要從上 到中間 到下 完完整整的看看 一棵 濕地上的紅薯 特別是它的根部 非常非常 多的 好了大家 現在呢 我已經從那個雙溪部落出來了 已經 遊覽結束了 那這個雙溪部落呢 就是大概 是一個很好的 讓你接觸大自然的地方 也是讓你了解 私地生態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那假如你要來這裡的話 那大概 要走完的話大概要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那 然後就是年底 後鳥南非的時候來會比較好 那就這樣子吧 拜拜